这么大一个办公室给一个小助理 您觉得合适吗 哦 她是吧 昨天您懂的那个助理啊 傻乎乎的 还跑来帮我建签呢 哎 现在基本上啥人都不 别说了 别说了 再来 这个我来还一下 放哪儿就行了 哎 好 谢谢啊 哎 怎么了 这是我们刘总 他是谁 在这干嘛 他是张老英的那个助理 一个小助理 做这么大的办公室 这个我 宁总安排的 你们宁总算什么 别忘了这是集团 喂 刘部长 你在公司吗 可以来一下16号办公室吗 哎 好的 好的 哎 刘部长来了 刘部长 怎么了 一个这么大一个办公室 给一个小助理 您觉得合适吗 哦 她是吧 你是那个宁总的助理 对不对 好 刚刚我见过她 对对对 这么大一个办公室 确实有点不太合适 刘总 你帮她安排另外一间办公室 作为一个调整 好吧 啊 好 那个你去那个14号办公室吧 行 那个 等一下 我听说宁总还给你申请了一台车 啊 对啊 那个一会儿 别忘了把钥匙给我还回来 这些都是助理需要注意的文件 快点把它处理好啊 哎 行 还是这个办公室符合你的气质吗 哇 谢谢啊 谢谢啊 哎 宁总 哎 宁总 你来广告商场找我一下 行 行 我马上过去 哎哎 哎 宁总 哎 宁总 哎 宁总 你怎么这么慢呀 哎 这个 带你买鞋的盛装去 啊 好 行 小唐 你来了 咱们这边以后 你过时的东西要漂亮 哎 宁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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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 没事 咱们 我请你喝奶茶 宁总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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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咋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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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 坐在路上去寻找书